各位觀眾大家好 謝謝很感謝南文基金會的邀請 讓我可以在這邊跟大家討論 認知作戰以及言論自由之間的界線 近年來不管是認知作戰還是資訊作戰這個詞 多多少少都已經被濫用了 很多人會把國內譬如說政治的宣傳 以及國際間針對資訊的傳遞 把它當作是一樣的事情 譬如說我們常常可以聽到 人民說到我們現在的政府 一天到晚都要對我們自己做認知作戰 那這樣的名詞定義其實是非常不當的 如果說我們真的要去討論 一個政府對自己人民的宣傳的話 其實比較好的方式應該是討論所謂的維穩 就像中國為了去壓制他們自己 國內的反叛的一個聲音 它會有一個維穩的制度 而這個維穩制度當然呢 並不是我們所樂見的 但是這跟認知作戰的層級其實不太一樣 真正的認知作戰指的是 國際跟國際之間的資訊的流通 也就是說呢 一個國家為了要去影響另外一個國家 所進行的新戰或者輿論戰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以2018年為例 當年呢大概在選舉之前的兩三個月當中呢 看到Facebook上面有兩萬多個人的一個社團 這兩萬多個其實大部分都是中國的殭屍帳號 他花了大部分的時間呢 以每天一千多篇文章的速度呢 在我們的Facebook上面各個論壇 以及粉絲專頁下面去留下 台灣現在空氣污染很嚴重的留言 那這樣的一個留言說真的 它其實跟假新聞一點關係都沒有 確實台灣也有我們的空氣污染 那它所主要要達到的目的就是 藉由這樣量的製造 讓我們大家都認為台灣現在是 處於一個空氣污染非常嚴重的時候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在選舉呢 我們就必須要以這個 空氣污染能不能夠達成 以及空氣污染能不能夠解決這件事情呢 來當作我們對於候選人的一個評估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呢 它並不是使用假新聞的一個方式 但它卻在言論市場裡面 去製造一個極大的量體 讓這個量體呢 我們就只能在專注在這樣的一個量體之上 而去忽略真正因該關係的事物 這才是認知作戰最主要所要達到的一個目的 而通常來做這件事情的人呢 通常會有公司 或者會有政治人物 但是顯少會有國際之間 以毫無預算的方式呢 去進行這樣的一個作戰 所以對我們來講的認知作戰呢 最主要是一個國家去針對另外一個國家 以沒有預算 一個預算上限的方式呢 透過軍事的行動 透過駭客收集資料 透過網軍 透過酸民 透過殭屍的帳號呢 把特定的資訊 以特定的方式作為包裝 然後傳遞到一個國家之內 這才是我們講的一個作戰 那以現今的這個 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戰爭為例呢 他們其實也是打了將近八年相關的認知作戰 那這個認知作戰 除了這個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攻擊之外 其實也包含烏克蘭自己 為了要提振世界之後呢 去做的很多士兵形象的一個塑造 但是呢我們在這樣的一個討論架構之內 都比我們在討論單純的政府對這個自己的國民呢 去宣導政策啊等等之類 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情 那我在以去年的這個疫情為例 2021年這個5月台灣疫情 相對來講就是發生一個大爆發的 那這個大爆發的一個時間點呢 我們可以知道 以疫情來講呢 當時我們的疫苗呢 是相對來講的比較不足 所以當時有很多的聲音呢 認為說我們應該去接受 譬如說可能中國的疫苗 或者接受日本的捐贈等等之類的 那當時呢 為了要去討論到底 我們這個所謂的認知作戰到底有多嚴重 我們就把5月一直到7月 也就是三級警戒期間呢 把所有Facebook上面的文章呢 全部都抓下來 那我們是剔除了這個所謂簡體中文的文章 那大概有48萬篇文章左右 那這48萬篇文章左右呢 裡面的文章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以什麼樣的文章為主 我們用AI的方式呢 去跑這個所謂的 Topic Modeling 然後讓我們可以知道 最前20 目前最重要被網路的網民 所討論的文章到底有哪些 那我們就可以發現呢 如果說我們討論這個所謂的 中國的這個疫苗 然後以及呢相關台灣的 譬如說高端疫苗的陰謀論 然後以及去黑這個所謂的 日本宣證 或者說美國來的疫苗 這樣的文章的量體呢 大概佔所有的文章 大概30%左右 而如果我們去討論 就像我講的 假設我們今天是討論這個 說什麼這個病毒是從 中國武漢實驗室來的 或者說討論說這個 民進黨政府的防疫政策到底有多好 我們假設這些都是所謂的 民進黨政府所謂的 1450所創造的一個聲量 那照理說如果按照大家講的 這個現今政府如何成功的去 達到所謂的認知作戰 那這個量體應該很大 但必須告訴大家 這樣的文章呢 只佔48萬篇裡面的 大概不到1%左右 所以這裡是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通常都會用 我們自己所認知的世界 因為我們有透過演算法 我們在滑YouTube的時候 在滑Facebook的時候呢 我們所看到的是公司 這些公司 科技公司 願意給我們所看到的世界 而這個世界到底長什麼樣子 跟真實的世界的網路聲量 是長什麼樣子 是截然不同的 那我們很容易用我們自己 所認知的世界 認為說現在 目前世界發生的事情 就是應該長什麼樣子 也使得我們這個台灣的社會 對立越來越嚴重 那每一個人都認為說 自己所看到的 沒有看到的東西 是被壓制的言論自由 而兩邊的這個 對立情就變得越來越嚴重 然而所謂的認知作戰 它最主要的目的 反而就是要造成 我們國內 大家彼此仇恨彼此 然後讓我們覺得 我們彼此的言論自由都被壓制 中國非常重要 在施行認知作戰的目的 就是要告訴我們 其實民主制度 並沒有大家想像的 那麼的好 那麼的完美 所以所謂的西方式的一個民主制度 它就會告訴你說 雖然他們崇尚的是言論自由 但那其實是假的言論自由 我們的言論自由都被壓制 它會讓你在所有的網路世界 看到完全不同的世界 而當我跟你都看到不同的世界之後 我們就會有這樣的一個錯覺 任我們彼此的言論自由 都是被壓制的狀態 那中國長期以來 大概花了大概五到十年的一個時間 不斷傳遞相關的一個意識形態 而它最終的目的 除了要造成我們台灣國內 彼此之間的對立 以及對民主制度的不信任之外 它最後想要達到的目的就是要告訴你 其實中國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那如此一來的 如果我們的年輕人 對於目前現行的民主 產生了一些高度的懷疑 然後漸漸的開始認為說 其實中國在處理事情上面 其實比西方世界 比如說來得更有效率 或者說其實他們的言論自由 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的狀況之下 我們可能會慢慢的認為說 跟中國站在一起 並沒有什麼不好 那或許很多人會認為說 難道這是真的嗎 譬如說這個台灣目前有很多的年輕人 大家都說所謂的天然獨世代 那這個天然獨世代呢 照理說其實對中國的親近程度 應該不會那麼高才對 但是必須在這邊跟大家說明的就是 其實中國其實很少在散播 所謂的親中論述 他也知道所謂的親中論述的市場 在台灣是沒有年輕人願意去買單的 也因此他們大量的在這五年之內 所產地的都是對於西方世界的懷疑 比如說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之前做了一個簡單的問卷 在台灣的大學 不是台灣大學 是台灣的大學 那在做這個問卷的同時呢 我就問大家 我們台灣是不是飽受這個所謂 境外的假消息 也就是境外的認知作戰所苦 那六成四的同學認為說 這的確是一個存在的現象 那但是也必須要告訴大家 就是其實台灣遭受境外假消息 或者境外的認知作戰所苦 目前在全世界的這個排行 其實是第一名 所以六成四其實還是蠻低的 但是針對這六成四的同學 我們就詢問說 那到底是哪一個國家 對我們去丟這樣的所謂的假資訊 對我們在實行認知作戰 那結果同學的答案 大概有三成多的同學認為是中國 但是有兩成的同學認為是美國 兩成的同學認為是日本 也就是其實在我們的年輕人裡面 因為他是副選體 但是大致上可能會有三成的人認為 美國跟日本才是最主要在對台灣丟假消息的人 那所以如果說這樣的意識形態慢慢確立之後 我們可以想見 不管他們的資訊是從微博來 還是從微信來 還是從抖音來 這樣的一個意識形態 漸漸的是可以去做轉化的 而這個轉化最重的目的去 所侵害到的其實就是台灣的主權 那我相信呢 其實在這樣的一個重要的日子裡面 當然我們永遠都是討論言論自由的一個重要性 但我們要知道其實更重要的事情 其實是台灣主權 到底有沒有辦法被確立 有沒有辦法被保護 假設對方是藉著言論自由之名 然後想要去侵害台灣主權之實的話 那這樣的言論自由 其實並不是我們真正要保障的言論自由 因此在最後呢 必須要跟大家這個說明的就是 在台灣的法律制度 對於這一塊的保障其實是非常欠缺的 我們在推行相關的法律 告訴大家說我們必須要防止相關的滲透 要防止相關的認知作戰 大部分的都會跟你講說我們在前置言論自由 但其實這個根本就不是在言論自由的保護傘裡面 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作為結尾 現在有非常多的直播主或者YouTuber 他們在這個直播的同時呢 他們發現我只要講跟中國有關的好話 我只要去講對中國有利的東西 或者去批評西方世界的話語 不知道為什麼我的斗內就會增加 我的觀眾的流量就會增加 也因此呢他們發現這樣的一個樣板之後呢 就大量的到微博跟微信 去搜尋這些內容農場式的文章 把它做成圖卡做成圖片 藉由直播的方式的傳遞給我們的受眾 這樣的一個做法呢 其實是為金錢所驅動的一個所謂言論市場 這個言論市場呢 照理說如果在資本主義的世界 它原本的言論就已經是非常不公平的狀態 但是如果說有一個國家願意砸更多的一個預算 讓這個言論自由可以產生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狀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光是在YouTube一個簡單的平台上面 親中的論述到底會有多少 如果說你今天創了一個假的YouTube 或者假的一個Google的帳號去做一個釣魚的話 你就會發現你只要被釣中任何一個 中國譬如說西拜 香港論述西拜 新疆等等的影片 接下來推薦的影片裡面會有80% 全部都是相類似的影片 而這些影片已經淹沒了我們所謂的真正的言論市場 如果說言論市場的目的是要去追求所謂的真實 或者想要讓我們知道到底現在真實的狀況是什麼 那這個金錢所砸下去的一個言論市場的偏邪 已經完全沒有辦法達到這樣的一個目的 而一個好的法律制度要去揭露這個背後的機制 揭露譬如說這些斗內是從哪些國家來 揭露有哪些人是揭了譬如說收了共產黨的錢而辦事 這反而是保障言論自由的一個方式 不然的話作為一個閱聽群眾 我們完全無法去判斷到底我們言論的 言論自由的這個市場或者言論目前的長相 到底是從何而生從何而來 那作為一個這個最終的結語呢 還是希望我們能夠持續的推動相關的一個法治 這個才叫能夠真正保障言論自由的法治 而最終呢我們如果說我們真的是 關心台灣主權的一個完整性的話 這才是我們最後應該走向的道路 謝謝大家